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星期五的震撼交易之后 其实今天算表现还是OK的啦 可宣可点 那后续的一个盘是要如何来进行分析呢 好的 这么说后 上个礼拜建安老师给大家一个结论就是什么 就是原本应该是多方要表态的 结果又Q回来 又变成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盘 所以我就给大家下一个标 到礼拜三之前建安老师的看法还是区间震荡整理 也就是说往上 靠近区间的上缘的时候也不要太开心 靠近下缘的时候也不要太悲观 我的看法是礼拜三之前 就是这样子走法 就跟在这里了 对 没有错 但是跟完之后才是重点 等一下我要跟你讲一个数字 等一下先深呼吸一下 礼拜三之前既然都已经讲完了之后 那当然重点来了 那到底是框在哪个地方 这个比较重要对不对 好 那另外一个 建安老师今天慢慢讲一些比较重要的东西 因为每个月都会有做一次换仓 那换仓完之后 很重要的就是法人的换仓成本 每一次建安老师都跟你讲 每一个月都会有一次 两次的一个换仓成本 一个是台子期 一个是摩台子的部分 你一定要比别人更知道 怎么说 我们就以七月份法人换仓成本的一个成本 到底在哪边 我们看一下 昨天是不是跟你讲 礼拜五的时候 是不是跟他公布一下 他的法人换仓成本是在9132啊 所以当你了解了法人换仓成本是9132 然后再透过工具的运用之后 你就知道七月份根本就是多方获胜嘛 结果呢今天再继续拉还是多方获胜对不对 感觉好像没有被打下来的感觉 多方还是获胜了 所以当你了解了法人是在9132点的一个成本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这样一路越过了9132 越过了912 越过了9132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应该要怎样 大胆的站在法人那一边 多方的那一方啊 所以跟你讲这个干嘛 就是因为这个礼拜三又要做结算了 每个月都要结算一次啊 那请问一下 你想不想知道 法人成本8月的部分到底换在哪个地方 8月份如果你不知道 到底换在哪个地方的时候 请问一下 你是不是就会跟7月份一样 又在那边乱拆了 所以8月份合约多空双方换仓成本 到底换在哪个地方 你一定要知道 那你一定问江老师 江老师那你现在知道吗 我跟你说实话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啊 我也知道我就想了 对不对 现在就要结算了 我哪知道 只是江老师提醒你而已 礼拜三结算完之后 这个数字 礼拜四 早上8点45分之前的话 我们的学员 就会第一手资料拿到 所以你一定也要第一手资料拿到 不然的话 8月份的话 你可能就要跟7月份一样 就要乱瞎缴货了 OK好 那这个是法人换装成本 今天讲过一遍 另外一个 我们再来讲说 到底框在哪个地方 这个可重要了 江老师是不是有请你打电话进来 上个礼拜的时候 是不是告诉你一个绝学筹码 多空交战的点位 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对不对 如果假设你有印象的话 你就知道应该打在哪个地方 好 直接公布好不好 这个数字仍然适用 来 9548点 也就是说 今天的收完盘是9520几点 慢慢接近9548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的压力 9548 请你把它记起来 好 这个是上缘 对不对 那你想不想知道下缘在哪边 一定想知道 对不对 好 让江老师买个梗一下 等一下再告诉你 也就是说 你要把整个奇亚论坛看完之后 你大概就知道 到底上缘在哪里 下缘在哪里 等一下下缘会跟你说 不要说江老师没有跟你讲 你自己跑去睡觉了 那我就没办法了 所以9548 请你记得 就是上缘的一个部分 那下缘的部分 等一下江老师再告诉大家 好 那这个是从工具面的绝学筹码 多空交战的点位 所算出来的一个压力在那个地方 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 比较大家normal 比较容易看得到的地方 就是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选择权的最大未平常量 这个还是比较重要 健安老师还是要提醒大家 每一个月最重要的就是要做结算 那结算完之后 结算之前一定有一个 选择权的 买卖权的未平常量 这个东西真的也可以看出端倪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来 我们先看支撑的部分 好 三个礼拜 我们是不是说支撑的部分 是在9300点的一个 一个合约 9300总共有44000 那现在的话 9400总共有46000多口 所以支撑的部分 就从9300上移到9400了 就总算大家 先那个怎么样 松一口气了 所以9300应该下不去了 目前看起来 9400就是一个实质的支撑 好 那我们来看压力的部分 你会发现压力感觉好像压力重重 对不对 没有错 上一次的庄家 被倒了一次之后 这一次变聪明了 为什么 我就层层给他布局 而不是布局一个合约 你看 他总共布局了三个合约 你看 9600的合约总共有5万6 9500的合约总共有4万3 9500的合约总共有4万3 9500的合约总共有4千 9500的合约总共有4千 多口的位平仓 所以你会发现 9500以上真的压力重重 9500 9500 9600 所有的位平仓量 都是卡在这个地方 请问一下 当你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觉得健安老师跟你讲的 那个东西 有没有用 忘记了 讲什么东西 你猜有 这个东西啊 刚刚不是跟你讲吗 上元是不是打在9548 所以你会发现 健安老师帮你选出来的一个 帮你算出来的一个多空加仗的点位 不是凭空算出来的 他一定有根据 这样了解 所以你看 从选择权的一个 未平仓量看起来 9500 9500 9600 是一个压力 那不是刚刚好 加钱平均一下 算数平均一下 是不是9548 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没有错吧 所以9548 就是多空加仗的点位 请你把它记起来 好 那这个是礼拜三之前 礼拜三之前的部分 我们就先交在这边 还有下元的部分 等一下关盘重点的时候 再告诉你 一定要看完 你要不要看完 我没办法跟你说 好 所以关盘重点再告诉大家 下元的部分 到底在哪边 好 那这个礼拜三结算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没有太大一个行情可以去期待 但是 有一个重点 什么重点 结算完之后才是重要 健安老师 很少看到你那个什么 讲话这么慢 然后这么重要 你知道吗 健安老师跟你讲 我们在操作期货跟做股票的一个部分 健安老师都跟你讲 贴着盘面看对不对 但是 偶而你要跳出来看 跳出盘面来看一下 到底现在国际资金 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知道吗 礼拜三有个很重要的会议 什么会议 星你知道吗 FED 对 没有错 又来了 FED又来了 好险没被考导 所以我们就说嘛 气质美女怎么会被我考导 还有专业的主播 所以重点在哪边 礼拜三又来了 又要跟你讲 要不要升旗了 快撩 这时候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一下 到底国际资金 有没有在做烙袍的动作 健安老师一直提醒你 国际资金 国际的热钱 真的很重要 虽然我们在做台股 但是 如果外资袍的时候 请问一下 阿伯阿伦杠的其中 脚底抹油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美元指数 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我们可不可以看出 什么端倪 好久没看了 对 没有错 为什么要跟你追踪 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健安老师 闻到了某种味道 看了你就知道 看了你就知道 来 我们先看一下 美元指数的部分 来 看一下 健安老师 你是空暗吗 没有什么变化 对啊 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对 没有错 美元指数 看起来没有太大的变化 来 我们再看欧元对美元的汇率 有没有变化 也是一样 没有变化 因为都是横盘整理 那健安老师 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好 再给你看一个数字 还记不记得 国际的热钱 都会去追逐 追逐风险性资产 你有没有去看最近的 黄小玉 什么叫黄小玉 黄豆小玉 王小玉都知道了 就不要再讲了 讲完之后都热热等 你笑出来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讲不出来 对 好啦 开玩笑了 来 我们看一下 黄豆小麦玉米 对啦 黄豆小麦玉米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既然它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风险性资产 但是它就是有一个集合的指数 不就是CRV指数吗 忘记了 有某种味道 不信的话 看了你就知道 直接有看到吗 会坚定吗 你有没有发现 从七月 从六月底到七月初的话 它就开始呈现了一路下滑 这一段的话 总共经过了十几天 也就是说这十几天 见过高点之后 就开始一路一路一路的往下滑 表示什么 国际的热钱 它现在在做变现的动作 我再讲一遍 国际的热钱 它现在把它的风险性资产 现在在做变现的动作 否则CRV指数不会往下掉 这样了解我坚定老师要表达的意思没有 所以我先给你打预防针 不要以为现在横盘整理是这样 感觉没什么事情 但是结算完之后 如果外资真的毛起来卖的时候 我跟你讲 你一定要跑得比别人还快 不要以为坚定老师没有提醒你 坚定老师已经讲完了 那会不会照坚定老师所讲的这样子讲 不要去拆 顺着可以帮你的颜色去找 去走就可以了 因为坚定老师只是先 把我看到的数字先跟大家分享 免得再结算完之后 你做出方向 这样就完了 所以第一阶段 今天老师花比较多的时间 来聊一下大盘 到底这个大盘 现在目前要怎么看 还是给大家结论 礼拜三 还是区间震荡整理 结算完之后 比较精彩 所以请你记得千万不能做错方向 对 所以说现在呢 其实这个已经从风险性资产的一个地方 慢慢的变现了 没错 那在外资的部分 有没有也是卖股求限 对 重点来了 你看这阵子 外资真的是多方获胜 他根本就不用太用力 那边切来切过 你知道今天台股算强 今天老师有很强 有没有上三十几点 你忘记了 你知道吗 今天光除息的点数 就要掉三十三点 如果假设今天涨四十点好了 今天那除息有三十点 表示今天多起来是涨了七十点 你知道吗 台股真的很强 表示什么 另外一个人 在做多的力道真的很强 但是我们来看了重满之后 你就知道 到底谁在做多 看了你就知道了 你会吓一跳 来 三大法人谁在卖 外资在卖 所以另外一支手 我不要讲说那支 我们就讲Hello Kitty 好了 Hello Kitty真的做多 一股脑 真的是做多的很用力 为了也许没比大家讲的 是什么选举行情 什么行情 我都不管 反正就是为了要某种目的 他大力的去 去做撑盘的一个动作 所以外资并没有捧场 投信也没有捧场 只有自行商跟着屁股后面买操 所以重点在哪边 今天老师跟你讲 这个盘式的话万般支撑只未结算 我再讲一遍 万般支撑只未结算 结算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外资跟另外一支手 到底打出来谁会获胜 目前看起来外资不想玩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赢了 他干嘛要动 他不要动就好啦 所以就另外那一支手 在那边紧张了 所以看看出来 所以从现货的一个部分 加加减减是小卖操13.41 但是外资的部分 比较肯胜一点点 已经有做一些小许的一个卖操了 不过也不多 因为他上次也是卖操了10亿 隔天又买操了10亿 所以基本上要看他连续的一个 动作会比较清楚一点 但是就从这个数字来看 是稍微偏空一点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期货的一个部分 今天又偏多操作了646口 所以金多单又来到了3291 只剩下两天而已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应该就是还不错 还是有稍微偏多思考 那自行商的部分的话 就把他多单继续加码到2400多口 所以金多单来到了6100多口 所以加加减减的话 就将近超过1万口了 那自行商的部分 你也知道嘛 他在其位的部分是做多 但是在选择权的部分呢 是不空单 所以我认为他是在做套力的动作 所以我认为他的整体部位来看的话 应该是平衡的 他应该是平衡的一个状况 好 那另外我们看选择权的部分 当然揭晓 无法 他这边是偏空操作 但是在自行商的部分 在其位的部分是偏多嘛 那这是偏空 所以我认为他是在做套力的动作 所以这个不用太大理他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外资的部分 金多老师从头到尾都一直跟他讲 这是避险的空单 一路上去的话 一直跟大家讲 这是避险的空单 他不是实时的看空 如果他真的是实时的看空 他早就给他卖超了100亿了 了解 所以这个数字的话 一样我们就稍微中心偏空一点点看待 因为两个都是流进空单 好 那另外一个礼拜五的时候 PUCO Ratio来到了1.51 那今天呢 哇真的是超猛的 又拉到了1.56 只剩下两天而已 所以基本上 PUT应该是被嘎到了 贏不了了 那只要停在这个地方 PUT就输了 所以1.56 我们就直接偏多思考了 直接偏多思考 好 那最后一个数字呢 这阵子以来应该有两个月了 金亚老师追踪筹码 大概有两个月的状况 我们散户在期货的一个部分 基本上都没有太大的一个琢磨 可能真的被伤到了 伤到的时候不太敢做期货 那真的反而跑去选择权 结果伤更重 真的是很害 所以来我们看 产物多功的力道-4.3% 所以 这个数字我们干脆就直接中心看 但你要中心偏多也可以 真的不多啦 好 才4.3% 所以我们就中心看 大概就好了 所以整个筹码看过review过一遍 只剩下两天而已 所以其实也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的价值 我认为点位会比较重要 那筹码的部分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参考价值了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一下K棒的颜色 到底是长怎么样 还是一样 要把K棒的颜色做交代 到底我们现在大盘的日线期的K棒 是不是有做一些变化 如果没有做变化的话 其实大家还是还蛮安全的嘛 礼拜三之前 最起码就像江老师所说的 顶多就是高档震荡区间震荡整理而已 所以请你记得 一定要懂得顺势交易哦 礼拜六礼拜天 江老师是不是办了市场免费的活动啊 都一直提醒大家 顺势交易真的很重要 不要想东想西的哦 下一根K棒怎么走 没人知道 这是顺势交易的前提哦 很重要的哦 那一定要追惯性 那惯性怎么追 运用颜色管理的概念叫红绿灯 看到红灯你会停下来 看到绿灯你会走过去 就是这个简单的一个概念 然后呢 如果看到红K棒就请你做多 蓝K棒就请你做空 黄K棒它就在盘整 也就是说 所以说当你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之后 不管是在看担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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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做担担 还是要做股票 都是同样一个道理 一体适用 红K棒就是请你偏多 蓝K棒就是请你偏空 黄K棒它就在盘整 就这么简单 OK好 那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那到底现在大盘的日线级的K棒 是不是还是红色的K棒 来答案揭晓 是的 还是红色的K棒 但是还是逃脱不了如来佛的神掌 对不对 因为还是在这个高低点的区间做震荡 建安老师有说过 以7月2号高低点做一个区间 去做晃动的一个动作 目前看起来还是没有晃出去 所以明天后天结霜的行情 应该是以这样子的走法 会比较纪律 会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第二阶段 建安老师就把大盘的日线级的K棒 做一下交代 好 那在个股的一个部分 又是如何走呢 嗯哼 好了 这时候来了 如果假设你真的有来参加 建安老师的免费的活动的时候 建安老师来 总共有讲的市场 然后建安老师是不是跟你讲说 三马里论第十个版本的股票 要接牌给大家看 你应该有看到 对不对 我相信如果假设你有抄起来的 如果啦 我是说如果你有抄起来的 你今天应该有看到 4匹码冲出去对不对 你可以验证一下建安老师讲的那4匹码 是不是就是今天的这4匹码 所以其实现在的难度越来越高 已经9500点了 你感觉现在是 你就算关键还是低点 算关键 以台股来讲的话算高点 所以呢 选股的一个难度会越来越高 那怎么办 那当然就要找人代劳啊 那找人代劳干嘛 但是要找普洋级的代劳 你总不能炒那个老公给你代劳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第十版本赛马里论的股票 到底今天又冲出了哪4匹黑毛 第一档股票的话 我来请导播帮我上一下 4114的见顶 我们看一下 前几天他是不是在做洗盘的动作啊 结果今天你有没有发现 直接标上去 涨停做收 涨了3.7块 6.83% 等一下看一下 到底建安老师有没有选他 今天是第一次接牌他 第一次接牌他 第二档股票的话是3611的鼎汉 我们看一下3611的鼎汉 到底建安老师有没有选他 有没有 等一下来看哦 今天最后的时候是涨了15块 那到底有没有选他 等一下看了你就知道 建安老师跟你讲的股票 一定是全部都选在建安老师的赛马里论里面 才揭牌给大家看 而不是今天涨什么 才把他抓进来 现在就收你都说了 所以第二档了 好 那我们看第三档股票 上个礼拜五就已经跟你讲了 很多人都跟你讲 它是苹果概念股 但是我跟你讲 它是苹果概念股 但是它不是iPhone概念股 叫做4915的智升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他 今天早盘的时候 中盘的时候 有来到了52.7块 但是尾盘的时候 稍微丢回来 总共涨了1.65块 总共还是涨了超过3% 建安老师有说过 只要超过3% 建安老师就提他 礼拜五 填全填完了 今天呢 又继续往上涨 所以赛马里论 是不是告诉你啊 冲出去你要懂得去做 押注的动作 你就可以赚到价差 就这么简单 这样了解哦 好 那第四档股票的话 就是6279的胡莲 你有没有发现啊 今天汽车概念股好强哦 对不对 那边也涨 这边也涨 全部都在涨 对不对 到处涨了乱七八糟的 请问一下你有选到它吗 重点是你要选到它 它涨了时候才算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揭排了 到底建安老师 有没有选这些股票哦 如果有的话 那不就是建安老师所说的吗 团结力量大 唯有合作才能共创双赢嘛 建安老师真的把股票都选好了 你只要把握一个原则 什么原则 把它放到你的自选股 冲出去的时候 你懂得去做押注的动作 你就等着什么 等着你那一匹黑马 跑到终点 你就可以算钱了 不就是这样吗 所以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是不是有这四档股票 来看一下 来 刚刚是不是有跟你讲 4114的见顶啊 你去看一下它的Q1 是不是赚了0.35块 剑桥 对不起 剑桥 4114的剑桥 是不是Q1的时候 涨了0.35块 你去double check一下 是不是建安老师的资料 没有变 没有变了 那第二档的话 是不是3611的顶悍啊 Q1的话 总共涨了3.29块 所以今天直接飙了十几块了 了解 总共冲出去十几块的一个状况 好 4915就是 礼拜五的时候 已经有提醒过大家了 Q1的部分 总共赚了0.75块 然后看好下半年 它真的看好下半年 而且江老师有说过 智深有没有 其实它不是很单纯的一个 苹果概念股 它是做镜头模组的 它做过很多Android系统的一个手机也可以用 不是只有iPhone可以用而已 好 那另外最后一档就是6279的一个胡莲 Q1的时候是不是赚2.05块啊 所以如果假设你有兴趣的话 你把Q1的EPS拿出来看 你就会发现 对照的看的话 你搞不好 你也可以选出跟建安老师一样 PRO级的第四个版本 所选出来的赛马理论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总共选出的14档股票 已经冲出了123456 已经冲出了一半以上了 所以这个大盘 目前看起来挂了没有 还没有 建安老师有说过嘛 赛马理论真的可以闻出大盘的一个味道 所以礼拜三之前 建安老师就从赛马理论 再从刚刚所解析的一个盘式来看的话 礼拜三区间震荡整理 会机会会比较多 所以如果假设你对操作股票跟期货 怎么操作怎么不顺呢怎么办 听建安老师的劝好不好 好好运用KBANG的颜色 或者是成为建安老师的学员 你就会知道 到底赛马理论 每一次更改版本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手拿到 操作股票 期货就是可以这么简单 对 好 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下进广告 广告之后带您看如何当初 马上回来 快来小叮当哭量一下吧 这是世间最极上的新鲜冷藏法 Only SHOP 不锈钢保湿科技 间接冷却 不值吹食材 极上藏鲜 我的SHOP 我的冰箱 日本原装便屏冰箱 SHOP SHOP 中下感谢季 指定进行送日本原装吸尘器 直到7月30号 玩到一代黑 当然是好 可是要行动方便 100岁还感觉不够 能动能吃能走那才好 我很开心 不错的话 我们可以一起去住老人公寓 我都要100岁 以长期有力的考量 为您进行保险规划 英国保诚人寿 刚刚的简报很精彩 客户我很喜欢你的企划案 谢谢 刚提到的影片是 下载给你 速度真快 你的版神虎 目前把比赛赢拒了 这里有讯号啊 远传4G绝配网络 不论室内户外 绝佳收讯 你也看球啊 那我们两阵绝配咯 我是巨人队 搭配远传4G绝配方案四重送 多款4G HTC新机零元起 善用工具抓转折 顺势交易又坚持 理财铁则就这些 习惯成自然 教嘴一定败吧 02-2506-8911 控衣 25控衣 百求一饮 恋爱是青春的极短片 渐落乳酸饮料 欢迎回来 接下来齐聚看 台股单元 教大家如何当冲了 好的 建安老师要教你当冲了 今天是没有讯号的喔 那如果假设今天你没有运用工具的话 你今天是不是又追高杀低了 等一下看了你就知道 其实建安老师还是希望你学会 用基本的方式来面对这个盘式 用基本的做法 也就是说有自己的准则 这个比较重要 不要东边看KD 西边看MACD 欧白做 这样怎么样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要怎么做呢 一定要抓节奏 节奏最重要 然后一定要分辨 分辨到底今天是顺势还是盘整 如果今天是盘整 15分钟的K棒一定是黄色的 黄色的K棒 它就会告诉你压力 告诉你支撑 你就要逢高空 逢低接这样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是顺势盘 就是3分钟或10分钟的K棒 然后又看K棒的颜色 去做转弯的动作 那今天是转成蓝色的K棒 就是懂得做抠 转成红色的K棒 又懂得做多 那到底有没有转呢 等一下看了你就知道 因为没有转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台子骑了15分钟的K棒 来答案揭晓 来 就是开盘在这个位置 收盘在这个位置 很明显的在第几根K棒 第五根K棒的时候 是不是就转成黄色的K棒 所以就变成一个盘整盘 工具会告诉你 请你在9532点 懂得做空 那9475点 懂得做多 结果呢 你没有发现 根本就横盘整理了4个小时 连摸都没摸到 所以后半段完全都没有讯号 好 那我们来解决前半段 前半段如果是顺势盘 是不是应该要进场做空 没有错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10分钟的K棒 到底有没有出现做空的讯号 来答案揭晓 没有啊 1支 2支 3支 4支 一根K棒变成蓝K棒 所以是不是也没有办法做空 所以今天呢 盘整盘也没有讯号 顺势盘也没有讯号 今天你只要好好的等他就好了 真的就是这样 所以简安老师提醒你好不好 你今天如果在操作的 期货的过程当中 你今天又黑白充 你今天又乱充的话 那表示什么 你的方法一定有问题 因为你的方法没有办法告诉你 今天到底是什么盘式 不信你看了就知道 你看这是对照图 左边是你使用的工具 右边呢是简安老师说使用的工具 我不会去乱追高 因为为什么 因为他告诉我要9532等着做空 了解齁 所以你看左边跟右边高下利剑了 了解齁 所以重点在哪边 简安老师一直提醒大家 如果假设你要以期货当中为主 可以 但是你一定要有方法 简安老师跟你讲的方法是什么 天然的最好 简单的最好 只要把K棒的颜色准备好 再把操作的周期给它固定 剩下的就请你按表操课 按表操课真的不难 第一个你只要锁定其他论坛 第二个简安老师已经把操盘密记写好了 你只要按照简安老师交给你的准则去操作 这样就可以了 想不想跟着简安老师的学员一起 面对这个盘式的时候一点都不紧张 想不想 如果你想的话你自己想一下 到底简安老师讲的也没有道理 对 好那最后一点点时间 既然帮我们来看一下吧 因为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特别提到了要告诉大家下园的位置在哪里 对 有没有打算要公布啊 好的要公布了 因为刚刚那个姓文还亏我黄小玉念不出来 好干脆不要讲好了 好了还是要讲给大家听 不要忘记了 上园的部分是9548点 那下园的部分你一定想知道 有没有把笔抄起来 没有没有把笔拿好 抄一下哦 9428点 也就是说周三前的话 我认为9428跟9548 它就会一个实质的压力跟实质的支撑 所以重点来了 结算完之后精彩了 结算之前的话就是9548、9428 结算完之后请你记得 其他论坛一定要看 因为家老师已经看到国际资金 热钱有在做流动的状况哦 第二个如果结算之前的话 还要看什么动作呢 但是看一下外资 到底有没有做大幅度的卖操 今天是卖操第一次哦 但是它会不会连续性的卖操 或者是把卖操的一个金额把它加大 我们就要等明天来看了 所以这几天我认为你还是区间震荡 整理市值会比较好一点 好所以说星期三胎质期结算之前 可能指出很轻载做工了 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了 那我们也要持续的带大家一起来 关心的就是在外资球马面的一个变化 请大家一定要锁定咯 谢谢